好,接着我们要上天气的最后一个 天气预测 人类为了需要的关系 会想要知道天气怎么样 我要出去玩,希望有好天气 我该要有一些灌溉,我需要有一点雨水 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知道天气的状况,但是呢,古人并没有什么科学知识 也没有什么科学仪器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靠着他们的生活经验,累积生活经验,来告诉他们说天气会如何的转换 那么这些生活经验就留下了一些跟气象有关的夜雨 这个叫做立春,立春呢就是大概是2月4号左右 七米就是四月,大概是春雨的阶段,世界国家大概是春雨的阶段 所以我刚刚讲过春天天气不稳定 一天落雨一天晴 下面一个是 这些国语跟台语都有,这是要生活经验嘛 蚂蚁搬家,清零滴飞,青蛙乱叫,表示快要下雨 这个是国语跟台语都有 未吃五月粽,破熬不可丢 意思就是说,没有吃粽子之前 冬天的衣服不要收起来 原因是因为天气都还有可能会 变了 变了它可能会变了 未吃五月粽,破熬不可丢 这是所谓的生活经验 这些生活经验有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有地域的限制 就是 华北人的生活经验 跟华南的生活经验会 不一样 不太一样 第二个是它可能会以而传而 以而传而 比如说有个奇怪的说法 叫做台风潮有几个折本 就代表今年会有几个台风,这根本是古说八道 但是这个完全是以而传而,没有什么根据的 但是古人,古人就要靠着这些生活经验 那我们现代的呢 是有我们的科学仪器 有我们的科学知识 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科学仪器 帮助我们收集资料 然后配合我们的科学知识 来帮我们分析研判 然后会总共会 天气会如何的变化 来做天气的预报 然后高温 低温 降水 几率 什么什么之类的状况 比如说 第一个是观测瓶 观测瓶是最基本的观测资料 他进入一些气压,气温,然后把这个资料送到气象集去 然后希望你就跟这些观测瓶的资料去划出 所谓的地面天气图 基本上的资料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白月箱 这个会适用适用逃过 这个白月箱 里面有最高温度计 可以适温度计 好所以为了要变什么颜色 在面上哪一把 最高温度计 好开始由下凉湿度的 高温在下 然后 升八米 升八亮 各式各样的颅量器 各种颅量器 在颜色 這樣 這樣溫度跟溫度也就是這樣溫度 這樣溫度 好,這些收集到的資料就送到氣象局 然後畫出所謂的地面天氣圖長這樣 就是你們要看到這個圖 上面要跟你標註高氣壓低下的 好,來 這個就是以後考試會喜歡考的題目 我們很喜歡考天氣預測這個範圍 原因 因為要做天氣預測 就必須要畫出天氣地面天氣圖 然後我把圖畫完以後 我就可以在那邊標一些東西 然後問一堆我們當初學過的事情 比如說我問你說 這邊要標H還是要標L 它是上升氣流還是下層氣流 它的晴朗它還是英語 我會問你說 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誰的氣壓大 誰的溫度高 問你說這是什麼封面 問你說這裡會下雨還是會晴朗 問你說這裡的風向是什麼吹什麼風 問你這裡跟這裡 哪裡的風速比較快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以前曾經 學過的事情 就在這張圖上面一次全部考出來 所以我們喜歡考天氣預測 綜合 綜合以前你所有學過的事情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三種雲圖 三種雲圖 可見光雲圖 紅外線雲圖 跟雷達回波圖 可見光 可見光 紅塵黃綠藍電子 可見光 它通常是用來看誰的雲比較多 雲的量 雲多還是雲少 那這又是個可見光雲圖 你看到這個雲圖就發現 第一個我說過了 這裡有個帶狀的 代表什麼意思 這裡有個封面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可能有個颱風 這是看到這個雲圖 就會知道的 看到這個雲圖就會知道的事情 OK 好 來紅外線 紅外線就是收紅外線 通常是來看雲的高度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 紅外線雲圖有個好處 這你們去年的學長考試也考過 什麼好處 晚上可以拍 晚上天氣暗 沒有光 沒有可見光 晚上拍不到可見光雲圖 但是晚上還是可以拍紅外線 可以晚上可以拍 紅外線雲圖 然後呢 還有就是雷達回波圖 雷達回波圖呢 就是也是用紅外線 那它是被 它紅外線會跟水氣有作用 所以它是要量水氣用 量水氣用 量水氣用 這就是所謂的紅外線雲圖 我們看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因為不管它了 可能就是紅外線雲圖 納利斯克對台灣曾經造成 嚴重水災的颱風 我一直上網台都知道 然後除了台北市淹得亂七八糟 整個捷運 然後台北火圖站 整個淹得亂七八糟 你們通常是在下過大雨之後 氣象局會把這個圖翻出來給你看 這顏色偏紅色 紫色這些表示水氣多 然後偏藍色表示水氣少 所以你就可以猜出來 這個地方的水氣含量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會怎樣 下雨 這個沒有百分之一百對 但是呢可以大致上猜出來 所以你通常是在下過大雨之後 像是把這張圖放給你看 看你的水氣分布的圖 叫雷達回波圖 雷達回波圖是要量水氣用的 你要知道這也考過也有人問過 根據這個地面天意圖 跟衛星來地面天意圖在這邊 地面天意圖在這邊 衛星在這邊 衛星在這裡 你就發現 蒙古有個高氣壓 我們說高氣壓標什麼 H 中心氣壓這邊是一千零 三十二 再是一千零三十 所以它的中心氣壓標多少 一千零二十八 三十八 然後你看到了我們 八十八這邊有個什麼 D七壓L對不對 L 那L的話 我已經講答案了 標示一下 我已經把答案標出來了 標示L 這是看你都知道 然後呢 我們這個有個問題了 好 我們剛剛講過 這邊 圖上面就標給你看了嘛 如果你看衛星雲圖也看得出來 這邊有一道什麼雲圖 封面 什麼封面 冷 冷風 冷風 這邊要冷風 這邊要冷風 然後對照衛星雲圖 這個雲圖 你發現台灣的上空有一個叫台風 台灣為什麼氣壓 低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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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氣壓靠天氣 天氣會比較怎樣 不好 天氣會比較差 所以這就是剛才講過 我考試就畫一個圖給你看 畫完之後 去問你 去問你 所有以前你曾經學過的事情 誰高壓 誰低壓 誰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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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一起問 OK 有問你嗎 沒有 接下來降水機率 就是氣象局 根據他所知道的科學知識 以及他過去的經驗 以及他所能得到的資料 來告訴你說 降水的可能性有多少 它就是一個可能性而已 沒有保證百分之百正確 我曾經連續兩天 像你說報給我聽 明天的降水機率是百分之六十 就是一天有下雨 一天天氣起 但是降水機率是百分之六十 這個 所以並沒有保證 一定就是一個可能性而已 那麼 降水機率是 你看看 不用背它 怎麼分十算 那重點是 降水機率就是降水機率 就是下雨的可能性 它跟下雨的面積 它跟下雨 降雨任何大小 跟它下雨的時間 都沒有關係 明天 會下降水機率百分之六十 明天降水機率百分之六十 不代表台北市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積會下雨 也不代表明天有百分之六十的時間會下雨 也不代表明天會下六十公里的雨 都不是 就是個可能性 而且比較好笑的事情是 對氣象局而言 怎樣都要有下雨 一天的雨量 0.1毫米 1.1公里 一整天如果下雨量有達到0.1公里以上 我們就稱為 像你說今天有下雨 請問你 一整天只下了0.1公里的十分之一 你有感覺嗎 有 一整天只下了1公里的十分之一 你一點都不會有感覺的 但是像一會說今天有下雨 今天有下雨 有下雨 有下雨0.1公里的 這樣有下雨 所以一 你有什麼時段啊 什麼預報 預報的時間 你都不用背不用管 看看就好了 但是你要懂得 它就是一個可能性 它跟下雨的時間 跟下雨的面積 跟下雨量都沒有關係 然後呢 它應該叫做降水機率 因為氣象局的專業就是降水 然後呢 它一開始的時候也是講降水機率 可是因為台灣的降水幾乎都是什麼 降雨嘛 所以後來新聞 自動把它變成所謂的降雨機率 降雨機率了 所以現在都叫做降雨機率 可是事實上 如果你要講到有學位 你看看叫做降水機率 此外線指數 這個理論上李靠老師有交 中間訓練也考過 不是中午最長的時間 每平方公尺幾百焦耳 叫做它的指外線指數 每平方公尺500焦耳 叫做指外線指數 來用指數 然後呢 我們 指外線會受到這樣的一個影響 指外線會受到什麼 雲層的厚度啊 雲層的厚度啊 照射角度啊 反射啊 一般而言是山上指外線強 山下比較弱 海邊雪地反射牆的比較強 一般路地比較弱 所以去年有學生有來 哪一圖問我的時候看錯 因為我沒有一開始 他拿一張畫一張圖 我只看到圖的左邊 那右邊 左邊他就畫一個山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臭氧澤 然後呢 他就問說哪邊的指外線幾 我就選了山上那個 一個夾一點 都選了山上那個 所以答案不是 答案是旁邊的三下那個 為什麼呢 不是 對 也跟你講的差不多 因為呢 他身上邊的指外線 這麼厚 三下那個指外線 這麼膜 一點點 所以 沒有人幫他吸收指外線 所以指外線比較強 音太見了 好 他就選那個 那指外線受到一些音速影響 跟反射啊什麼之類的影響 然後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所以你要背 但是呢 這題學測考過 學測考過 的時候呢 題目已經 學考那題啊 真的是 叫做很沒有什麼程度啊 你只要會看表就好 他就跟你寫說 他告訴你 七以上過量 十以上為寫 給你一個表 香蕉式 蘋果式 櫻桃式 每一天的指外線指數 他就問你 問說哪一個地方 指外線指數過量的指數最多 對 一數就好了 這一天 五天 這一天 六天 這一個七天 七天最多 答案就答 所以解決那題 你只要會計的時候就會 輸數 輸數就好了 這題學測考過 但是他不考這個 一般老師考這個 但是學測不是考這個 學測考數數了 會數數就好了 主要是七以上過量 十以上為寫 但是你還是要背 主要是說十五幾 就這樣 看看就好 你也不用背 我還看過一個更複雜的表 因為每個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樣 有人只要一賽就紅 有人要賽很久還不太會紅 他有不同耐受程度 你知道什麼分 這個太偉大 不用理他 我就要看看 你也不用背他 不用背他 你只要七到七以上過量 四上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叫做警報跟特報 就是碰到特殊的天氣現象的時候 會發布警報或者是特報 來提醒你注意 警報只有一個 颱風警報 告訴你颱風要來 特報呢有一些 特報呢有所謂的強風特報 好雨特報 低溫特報 濃霧特報 告訴你會下大雨 告訴你會有低溫 告訴你會有濃霧 請你注意一下 這個狀況這樣子 所以特報有這些 特報 但是警報只有一個 就是颱風警報 這樣子 8月車的時候狀況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的話就寫 特長練習